1999年5月15日 何后华以163票当选即将成立的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他说 澳门是我生活家庭和事业的根基 我对澳门发自内心的热爱 鞭策我要贡献所长 12月20日 澳门特区政府成立 何后华宣誓就职 由此 在近400年的时间里 澳门第一次有了一位华人领导者 1999年12月19日下午5时 默认澳都维奇利 在葡萄牙国歌声中离开了澳都府 与此同时 将要接替他管理这片土地的人 何后华 正在等待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 何后华 澳门王和弦之子 80年代中期 澳门回归问题 实际没能提上一时日程 澳门各界人士 对于澳门之前途各持己见 莫中一世 为了把这些看法向北京传达 1985年 澳门一群年轻工商界人士 应邀访 何后华任访问团副团长 他们的北京之行 首次带回了中央对澳门问题的看法 这位澳门的回归定下了时刻表 我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 澳门特别形成区政府 现在成立 1988年 在处理澳门的社会事务问题上 何后华迈出了重要一步 那时 中资在澳门大量投入 小本经营的澳门本地资本 面临困境 身为新当选的人大代表 何后华在人大上提出 澳门本身的经济条件还未成熟 在过渡期内 难以承担这样的经济活动 一言一行之累积 使何后华在澳门社会 逐渐赢得威望 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激励于唯物澳门的困境和发展 对中华人民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负责 1988年10月 国务院港澳办 内地法律专家和澳门各阶层人士 组成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何后华担任委员会副主任 在此后数年间 何后华奔波在北京和澳门之间 实现一国两制和澳人之傲成了他为之奋斗的目标 他说 我自己身为一个澳门人 能参与制定这个关于澳门的历史性文件 具有重大的意义 且为今后的实际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算是一国两制的具体内容 事件一国两制 必须坚定不移 冠写落实资本法 在未来的岁月里 我必将冠写一国两制 带领四十多万市民 建策积极的家园 这是我最大的光荣和责任 你可怎么靠 不是我真心 我离开你太久了 母亲 担死他们老去 你是我的油体 你依然保管我 内心的灵魂 了解我的天啊 是我的天啊 我也是我的天啊 祝他们老去